来 回来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没有地方去啊 这跟我有关系吗 你总不会现死不救吧 容姐 你别笑了 那个 我让她回家去了 你让她怎么了 你让她回家了 为什么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贴身保姆了 同意了 你要再在我面前换个人的话 立马出去了 知道自己住那儿吗 知道 客房 客房 你现在是佣人 住工作间 去吧 你今儿找着地儿睡了吗 还在家睡啊 把我兄弟搞定了 这也都不算事啊 好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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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倒下啊 吵到你了 不好意思 我以为你在二楼听不见呢 我只是让你暂时住在这儿 请你不要消耗掉我对你那么 最后一点点的耐心好吗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我每天早上给你打扫卫生 晚上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你不要赶我走 对不起 我下次再也不赶了 把手机给我拿来 别没收了 你要干吗呀 您拨掉的用户 手机不见了 下午还在呢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手机的用户是停了 请稍后再拨 你不会是下午回来换完衣服之后 准备再出去拨吧 您拨掉的用户 是 怎么了 你没事 没事 如果这手机能修好的话 里面的数据 电话那些都还能恢复吧 你要是想修手机 再加上恢复资料的话 大概要两千六百块钱 这么多 喂 干吗呀 我求你个事吧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濒临灭绝了 你如果不借我钱的话 我就 我 我就只能流浪接头了 不借 真的 我求求你借我一点 行行行 把转号给我 真的 好 谢谢 帮我恢复尽快 好的 那个 你的手机 我问了保洁的阿姨 是她打扫卫生 不小心弄掉了 不过幸好还找回来了 看看有没有问题 辛苦了 没事 不辛苦 应该的嘛 保洁阿姨呢 在楼下 好 你先放在手里的活 以后你可以不用来了 收拾东西 能把我的手机收拾丢了 我留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样工作 还在等着我交学费来 我做得不对的地方 您多教教我好吗 对不起 我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义务 如果你现在不走的话 我立刻打电话 到你公司去投诉 你听明白了 但但不是我干的 真的真的不是我干的 真的不是我干的 你先去收拾储物去吧 好好好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好吧 不挂阿姨 是我 是我那天洗衣服 我没检查口袋 手机被搅了 进水了 我怕你生气赶我走 所以我就拿去修好了 知道了 干吗去啊 干吗去啊 收拾行李 那个 我能不能拿一床被子走呀 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住 我晚上只能睡在公园的长椅上 你那天的那个卖身协议呢 不是卖身协议 是劳工协议 意思差不多 那个 劳工协议 我是出卖我的智慧和劳动力 我不卖身 拿来 站着念就行 劳动互利协议 经双方友好协商 房主谭少宇和劳动者梅兰妮达成一致 在梅兰妮没有正式找到工作自立之前 居住在房主家 梅兰妮必须为谭少宇提供劳动 包括做饭 洗衣服 运衣服等家政服务 可是谭少宇也必须保证 不能以任何无理理由驱逐梅兰妮离家 工资嘛 就五五分了 五五分啊 梅小姐 梅兰妮 请你从这儿搬出去办办 老乡 六四 三七啊 一 一九 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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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三餐总的包吧 就是一个黄石人 就是一个黄石人 一 二十七啊 一 二十七啊 一 二十七啊 喂 喂 是梅兰妮小姐吗 对 请问你是 我们是阳光求职 您不是在我们这里报名兼职模特了吗 对 对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有一个客户想请您拍广告宣传片 您明天有时间吗 有时间有时间 要不你把地址发给我 好的 还有就是 有多少钱呢 才一天一千五 怎么才一千五啊 那你还干不干 行行行 一千五一千五行 一千五就一千五吧 拜拜 行 拜拜 来 那你干吗还深处鬼没的 吓死人了 偷听我打电话呀 找找工作了 给你公司拍广告 他一千五 没多少钱 你还挑肥减瘦呢 钱这种东西一点点赚 对了 对了 调心点 像你这么天真 容易被骗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凤凰落驾不如鸡呢 我也没办法呀 好 你好 衣服我都给你了吗 看我店里好啊 真诚谢谢你不行啊 谢谢你那天的午饭 还有那个钱 过几天还你 行吗 行 没事 不是你你 你来这儿找我 就是为了跟我说谢谢 然后告诉我钱 过两天还我 当然不是了 我接了一广告 说在这儿拍 原来是你啊 什么情况 我一哥们儿开了一网店 说呢拍点照片啊 放个网上去 那个 说我这儿景不错 就就约我这儿拍了 是你啊 网店